他是開放的 他的名稱叫什麼 那你會發現後面的話一定會有個大瓜湖開頭 他大瓜湖一定是一對的 所以大瓜湖開頭大瓜湖結束一定是一對的 那將來特別注意你不能少一個 這個如果說你要知道他的瓜湖開 開頭在這裡 結束在哪裡的話你只要把他點一下 他就告訴你結束在這裡 另外他有個進入的一個man 他的一個方法在這裡 那我們要寫程式的話要寫在哪裡呢 記得寫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綠色字下方 他就跟你講說 請你把程式寫在這底下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程式執行要輸出一個訊息 輸出什麼訊息呢 輸出一個叫做 System 點print 點out 點printlite 有沒有在那個二十十六月的地方 就是告訴 使用者說這個地方是我的第一個Java程式 那這個地方怎麼撰寫 特別是在這個地方 那就直接輸入 這個地方的輸入一個System 那特別注意 在那個Eclipse裡面有一些自動的功能 就是自動會幫我 比如說你打一個 你把System打上去之後的話呢 如果你System字沒打錯 他會點下去之後會自動幫你提示 這個叫 這個 智慧型的這個提示 如果說你要打一個out 對不對 其實你不用全部打完 你要點 O之後的話 記得按一個Enter 他自動會幫我打完 把out打 然後再點什麼 點之後呢 有個printlite printlite 就是輸出 ln的話 就是一行 輸出一行文字 那這一行文字 其實你就打一個p p之後的話呢 你其實你往下選 或者你把它全部打完 他也會出現 那如果你不想全部打完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用選的 那裡面會有個println對不對 那其實 各位可以順便看一下 他的說明會自動產生在這裡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了解一下 這一個 方法到底做什麼用途 可以把這些看完 OK 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話 你就暫時跳過 你就 知道說其實他就輸出一行就對了 OK 按個Enter Enter之後他會給我們刮鬍 那請各位在裡面呢 輸出一個 字串 字串的話呢 請各位打一個雙影號 那雙影號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輸出什麼 我的第一個java程式 比如說這個地方我就把這幾 第1個 OK 那把這幾行字打上去好了 打上去之後的話 那特別注意 在java裡面 還有個結束 這一行程式我結束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最後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分號 加一個分號 不要忘記了 OK 這樣的話如果說完全沒有錯誤 你可以看到沒有任何的 紅色的 訊息 那最後請各位怎麼樣呢 把它做save 那我的習慣啦 因為這邊有儲存跟全部儲存 有的時候我的 乾脆直接按什麼全部儲存就好了 這樣省得麻煩 可能有好幾個程式 你不需要一個儲存 除了完畢之後呢 那我要怎麼知道 這個程式執行的結果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下方就是 就會顯示出來 那怎麼顯示 非常簡單 各位可以看到寫完這一行程式之後呢 如果我要把它print 一來一行出去的話 那下方就會有個主控台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直接在上面有個執行 對不對 你就把它按個執行 如果你看到下方有個主控台 會秀出我的 第一個 Java程式的話 那表示你 這個部分 就 完成了 你就 做完了 第一個 我們這第一個 練習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一下 好